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穿播法制理念 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传播性病罪 据浙江检查网金华讯 明知自己身上携带艾滋病毒 21岁的女子小乔仍然带病工作向他人卖淫 2016年11月20岁的小乔在宁波象山县石浦镇从事卖淫活动时 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 后经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查 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当得知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 小乔感到震惊和害怕 之后一直在治疗当中 小乔明白艾滋病会传染 但是他读书不多 一直以来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为了维持生活 在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的情况下 今年3月开始 他又在京东区东孝街道一家足域店内重操就业 6月11号 小乔在足域内卖淫以后被公安民警查获 经过对小乔的血液进行检测 其HIV抗体呈阳性 然而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 却仍然卖淫的失职妇女 并不止小乔一力 最近在云南远某县 两名女子小吉和小阿 在明知自身患有艾滋病的情况下 仍然在自己租住的出租屋内和过路嫖娼男子谈好价格进行卖淫活动 那么您知道自己有艾滋病 还和他人发生性关系 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如果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 而和他人发生关系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又是否构成犯罪 那办案当中呢 法院对小乔 还有袁某县的两名女子小吉和小阿 分别呢 都判处一年左右的有去徒刑 那么对他们的判刑又是否过轻了呢 就这相关的法律问题 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昆明市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 云南林林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赵新祥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赵律师你好 大家好 感谢赵律师 那么像这个案件当中啊 无论是作为小乔还是小吉和小阿 那么他们都明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 但是呢 还去卖淫 像他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 按照法律规定 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 我们国家刑法第360条规定 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 灵病 梅毒等严重的性传播疾病 而进行卖淫和嫖娼的是构成一个罪名叫做传播性病罪 像本案当中啊 第一次小乔他并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 那这种情况下和人发生关系 是不是就不构成犯罪了呢 传播性病罪呢 在法律上就是构成这个犯罪啊 他在主观上必须是要故意的 那么所谓的故意就是必须是要是明知的 明知而为的就叫故意 所以呢 如果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患上了这个 严重的性传播疾病 而且卖淫或者是嫖娼是不构成犯罪的 嗯 其实对于这个艾滋病呢 最近我们在网络上啊 了解到的信息特别多啊 尤其是据相关的报道啊 这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呢 已经是在大学生的群体当中啊 占有一部分的人群了 那么甚至呢 还有传就是有一些大学生 他可能明知道自己患有这个艾滋病 但是为了报复 然后故意的跟异性去进行这种发生关系 那么事实上这样的一系列的行为 都会得到法律的一个严惩的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行为人 他知不知情是判断 他是否是否构成传播性病罪的一个根本的要件啊 那么行为人他到底知不知情 这个怎么判断呢 比如说小乔卖淫呢 那么他就说他自己不知道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否就没有办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实际上是他做了一定的规定 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这个证明 或者我们称之为推定他明知 第一个方面就是 如果有证据证实 他确实去做过一定的检查或者治疗的 如果是检查或者是治疗 比如说体检 检出来他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 或者他已经患上了艾滋病 这个时候如果拿出这个病例资料来 那么就很显然他就否认不了 这是第一个方面 证明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是法条的言文是说 根据行为人他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他所具备的知识 如果能推定他本人已经明知的 什么意思呢 通俗来解读就是说 假如说这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他自己就是一个医生 或者说他是一个既被相关专业知识的人 即便是他没有到医院去检查过 但是呢 我们认为根据他身上的症状 他已经知道自己患了艾滋病的 我们也可以推定他就是明知的 即便没有病例资料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证明的 那么举个例子 比如说报复社会的这种情况 假如说他在微信里边 他谈到 在微信签里边谈到过他有艾滋病 然后他就要去报复社会 那么也可以证明他已经明知了 或者比如说通过证人证言的方式 他和他的朋友或者其他人谈起过 他认为他有艾滋病 还有第三种呢 就是虽然他没有去确诊过 但是他已经购买了相关的药物 来进行治疗服用 我们都可以推定他就是明知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案件 那么刚才呢 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案件 小乔麦淫的这个案件呢 他是最终啊 被法院依法判处了 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 也就是呢 犯有传播性命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 并处罚金一万元 那么云南省原谋县的 吉阿阿和某阿阿 也是因为犯传播性病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两千元 这三个人平均来说呢 也就是都判处了一年左右的有期徒刑 那么很多人会觉得 他们的这个行为啊 非常的恶劣 因为换了这个艾滋病 可能就等于判处的死刑啊 但是仅仅判一年的有期徒刑 这个是不是太轻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应该要分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是罪名的问题 那么按照刑法360条的规定 这个传播性病罪 它仅仅发生在 这个卖淫嫖娼的场合 才可能构成传播性病罪 也就是说您刚才讲的 不管是报复社会 或者是这个谈恋爱 或者是通奸等等场合之下 这个一般情况下 如果没有造成对方染上艾滋病 它是不构成传播性病罪的 传播性病罪 仅仅发生在卖淫嫖娼的场合 才可以构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如果已经导致对方 染上艾滋病的情况下 那么他的罪名会发生改变 就是第一 即便是在卖淫嫖娼的场合 如果已经导致了对方染上艾滋病 他的罪名不再是传播性病罪 而变成了故意伤害罪 第二 即便是 不是卖淫嫖娼的场合 比如说通奸 或者是谈恋爱 或者是 您刚才讲的报复社会 单纯的报复社会 等等这种情况下 就是没有性交易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导致对方染上艾滋病 不构成犯罪 而如果导致对方染上了艾滋病 则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 第四个问题呢 就解决了您刚才的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这个两个法院判结 经判的比较轻 好像我们认为这个艾滋病 它是一种节症 有点类似于杀人一样的 为什么还判的这么轻呢 其实就是从我刚才讲的 这两个法条可以做出解读 为什么呢 其实法条的本意简单来讲是这样的 第一 如果你患有艾滋病 而跟对方发生关系 即便是蔓延嫖娼 在没有让对方染上病的情况下 你构成的是一个传播性病罪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造成实质伤害 所以它量的刑定的罪名 是传播性病罪 量的刑比较刑就是一年两年 因为法定刑就是五年以下 但是 如果已经导致对方染上了艾滋病 那么它就变成另外一个罪名 故意伤害罪 而且它是以重伤来认定的 那么按照故意伤害罪重伤的这个刑格呢 就是三到十年的刑期 它就重的多了 而如果是导致对方染上艾滋病 造成比如说重度残疾 或者造成死亡的话 那么这个故意伤害罪重 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单纯的这个罪名 会判得比较轻 是因为它没有造成实质伤害 那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个疑问 因为它专门从事这种 卖淫的工作的话呢 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别人的 这个几率就要高一些 因为人数肯定不只是一人 对体这些人 它有没有感染成艾滋病 我们也知道 它的主要传播途径 也是这个性关系传染 这些人有没有变成 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 以及有多少人被传染 其实这个数据是很难统计的 因为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些人 然后呢去查出他们身上 目前为止能有没有携带艾滋病 那么所以对于这种处罚来说 目前来看 是不是还是有一点不确定性 或者说还是有点轻了呢 实际上呢 您讲的是法律的两个方面 您刚才讲的是 第二个方面 就是关于证明的层面 比如说艾滋病 它的潜伏期是非常 有一些很短 有一些很长很长 多少年 十多年以后 它就 你就没有办法证明 是不是这个蔓淫行为 或者是这一次的嫖娼行为 导致这个被害人染上艾滋病的 但是呢 法律它不能因为这样一种可能性而加重它的处罚 因为它立法的本意仅仅是说它有这样的一种危险 我们要禁止这样的人实施这样的行为 所以呢 在没有造成实质伤害的情况下 给它做重刑的处理 也是不恰当的 只能说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侦查的难度会非常的大 那么也可能有一些案件最终没有办法侦查 它就只能以一个较轻的罪名来进行处罚 那么有调查数据也显示 我国的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 那么法律上应该说 无论有多严厉的处罚 都不能够完全杜绝类似犯罪行为的发生 所以呢 我们也劝告大家 在生活当中尽量检点自己的行为 必要的时候做一些防范 这样才可能会避免 艾滋病病毒最终传染给自己 在这里呢 也感谢昆明市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 云南领域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赵新祥律师 同时今天应该是我们2018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那么也感谢我们所有嘉宾的付出 那这些付出不仅仅是节目上的付出 同时呢 还有线下解答我们大量网友的咨询 那新的一年我们会再接再厉 将法治精神法律常识传播给更多的人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2019年见 那么本期节目的图文推送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在历史消息当中找到 那么在本篇文章的最下角 您点击阅读原文 就可以获得我们往期节目的 那么我们把案件呢 也分为了刑事案件 行政案件 民事案件 婚姻家庭类案件 以及公司法务类案件等等 大家可以根据您的需要 去查找您所感兴趣的节目 同时呢 您在生活工作当中 遇到一些法律问题 也欢迎您向我们进行咨询 您可以添加15974827467 15974827467 这个微信号 向我们进行详细的咨询 给大家提供法律服务的 都是我们个案说法邀请到的嘉宾 他们都非常的专业资深和负责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